繼續我們來關心這比加四大岸 這三十二十三派 鄧水平和高雄町都破二十年的有機途徑 他的學生的鄧地中 但要破國出來後 今天是選佈參選大高雄市議員的選舉 今天會知道他氣息加回 公道說家裡的人雖然煩惱參選 會和他第二次受到傷害 不過他說這是他的爸爸鄧水平希望他來完成的 所以他必須用選票接受全民的新派 不過跟區域在民進黨的市議員 現在都很煩惱票會讓他有料料 曾總統府秘書頂為陳塘山告定的收聽 曾國切顧問陳希奇 也要來擔任未來的政選總部主委 但在中建設設立基家會 選佈參選大高雄市議員 還出來定世沒世 但是他強調是脫離民進黨參選 希望在不影響民進黨的選情之下 希望連人可以選到大高雄一般的議員 坦白來說如果 我們參與黨面的初選 那因為由於現在的初選是用全民調方式 所以對我們也是相當的有利 那假設說如果我們在初選中過關 那毫無疑問會影響到現任的一位議員 但這中強調選出來的人 人生懷疑在參選的過程裡面 有關的民進很多懷疑跟攻擊 但這對決定是當主兵的基態 也是他的宿命 民進黨既都參選 同樣在整體收購選區的民進黨參選員 都懷疑選票會去分析 制中的參選應該也會引起我們這個地方選區 特別是旅遊方面選票的一些瓜分嘛 那但是我們也覺得應該是多一下 多把焦點應該多關注在地方的需求是什麼 民進黨議員希望選民可以關心 地方真的需要的是什麼 不可以是去焦點 不過民進黨的內部也加熱 但既中早就拜訪過選出來的民進黨集的理長 到底選票的情形有多大 恐怕這幾兩位就會清澈 繼續跟川大安坤 高雄伯德